吉隆坡昨天最近一轮的闪电水灾 再次引爆了民怨 环境及水务部长 劳毒司令端伊布拉金表示 在过去的几个大马计划下 水利灌溉局已经展开吉隆坡的水灾管理计划 其中就包括考虑打造巨大的集水区 另一方面行动党假动国议员林立盈 点名要求环境部长和联邦子下去部长解释水灾发生的原因 眼看开灾节脚不逼近 同样来自火箭的四眼末国会议员杨巧双 则呼吁政府尽快发放援助监 闪电撕破云层 雷公轰隆作响 繁华都市部分地区瞬间沦为黄泥水乡泽国 这是林立盈的形容词 先来看部长的官方回应 环境及水务部长南都斯里端伊布拉辛 在脸书发贴文解释 吉隆坡频密爆发的水灾属于闪电水灾 他说闪电水灾通常在下大雨六小时内发生 这是因为现有排水系统无法负荷地势比较高的水流 他指出 在过去好几个大马计划下 水利灌溉局已经开始展开针对吉隆坡的防洪计划 包括考虑打造面积达520平方公里的集水区 由于整体造价非常昂贵 因此这项计划分四个主要阶段落实 第一阶段就是精明隧道项目 他补充 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 环境及水务部为116项项目拨款共5096万令吉 致力提升吉隆坡的防洪基础设施 第一就是针对河流的保育工作 涉及102项项目 第二就是针对洪水前后的应急工作 这涉及四个项目 那第三就是十个蓄水池的维护工作 水灾接二连三发生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立盈今天发文告 第一句先是形容 吉隆坡昨天再一次变成了泥城 直呼真的受够了 他表示 去年12月的大水灾已经很严重 相隔四个月 没想到昨天的水灾更严重 如今的情况是 每次下大雨 还不超过半小时 吉隆坡就难以幸免爆发水灾 损失数百万令吉 他炮轰 尽管政府花了数十亿令吉 用于防洪计划 挖身河床 建设精明防洪隧道等等 遗憾当局至今都没有针对 频密发生水灾的原因 给出任何解释 林立盈表示 作为一座城市 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 而不仅仅是更多的公寓 购物中心和摸天大楼 林立盈强调 轻盆大雨不属于环境灾难 但是一场大雨引发的闪电水灾 对吉隆坡人来说 就是一场巨大灾难 他点名两名部长 也就是环境级水务部长 端利布拉辛 和联邦直辖区部长 沙西旦 向人民交代清楚 是否曾对整个吉隆坡 和巴生谷地区 进行过整体的环境影响评估 行动党四眼末区国会员 杨巧双也发文告 说自己巡视灾区之后 发现灾民损失惨重 不少的房子进水两米深 家具和床入损毁 学生的课本书包报销 不久后就是开灾节了 他呼吁首相 纳都斯里伊斯曼沙比利 和联邦直辖区部长 赶快批准给受影响的灾民 发放至少1000令吉的援助金 让他们安心欢度佳节 而联邦直辖区部部长 沙西旦表示 他的部门会搜集灾民的资料 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援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